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当我们听说有人学佛 第一反应就是说 这个人是不是要出家了 是不是从此就得吃素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认知烙印 它不是事实真相 更和真理无关 但我们就会认为应该如此 于是不管这个认知来源是哪里 我们更愿意相信那是佛陀的意思 修行就是要结婚吃素 更有的就是有人翻出经文来说 那是佛陀的意义 大家要听 是的 佛陀所言大家要听 但是你是否真的理解佛陀在说什么 就值得去分析分析了 大佛顶手愣言经 我灭度后 末法之中 多此鬼神 至圣世间 自言食肉 得菩提路 如等当之 是食肉人 重得新开四三摩地 皆大罗沙 报中地臣生死苦海 非佛弟子 如是之人 相杀 相吞 相食 墨矣 云和世人得出三界 清静彼丘 及祝菩萨 与其路行 活踏生草 况以守八 云和大碑 取众生血肉充食 以上这段曲子 愣言经一部 非常伟大的经文 这部经文里 有提到佛陀对吃肉 和修行之间的因果关系 千万不能吃肉 吃肉不仅会导致修不成 还会去恶道 无法脱离三界 更不要说去佛国 那问题现在来了 对于一个不愿意吃素 而坚持吃肉的人 请问 他是学佛修行好 还是不修行好 反正只要吃肉 就必须修不成 而且还会因此 去不好的地方 那不如就做一个 一般意义上的好人 一直在人道中轮回 也好过去罗煞恶道 可以这样逻辑推导吗 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再去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生前从未直戒 也从未结婚吃素的人 在死前 由于得到一心念佛的善缘 只是短短的念诵 居然死后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 往生佛国 这个不是我编出来了 历来很多这样的案例 不然这些能以此往生佛国的人 有过去因缘支持 但这一生他们肯定没有 结婚吃素的情况 他们为什么能去好地方 这一点要怎么解释 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 但如此理解 愣言经中这段话的学佛人们 根本解释不了 因为他们只会看到 经文表面文字的意思 不知道佛陀到底是在说什么 所以误会地比比皆是 现在告诉大家 佛陀最顿经文是在说什么 自言食肉得菩提路这句话 有两层意义 第一 末法时代有写法逻辑 鼓吹就是吃众生肉 才是对他们的慈悲 这是错误 这个逻辑现在已经有了 但还不算普遍 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不过未来会很普遍 也会有人相信 多吃众生肉 才能得到更多功德善缘 这句话不是针对我们此刻 一些学佛人吃些三尽肉 不能完全断除荤腥的现象 而是预言日后会发生的一场思想浩劫 我们这辈人 应该是遇不到这个逻辑泛滥的样子 但是我们下一代 下下代会遇到的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说是 那些会投胎变成动物的众生 本来就是要受这个罪苦的 所以如果你能去吃他们 就等于是快速帮他们消业障 让他们尽快轮回 离开苦境 这是功德 这是慈悲 这是每个修行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当这个逻辑泛滥的时候 有很多所谓的学佛人 就会去大量吃肉 以为这是登上菩提道路的路径 以为自己是在慈悲众生 帮助他们 所以 佛陀提前预警 末法之中 多此鬼神至圣世间 自食食肉得菩提路 这个逻辑在我们现在看来 简直是胡扯 谬论 但未来 逐渐会成为很多人的思想认知 这也是末法时代的悲哀 希望那时候有人能清晰思维 拨乱反正 依照愣言经理的预言指点 坚定聘弃这种邪见 第二 带着俗人吃肉时的口腹贪欲念想 杀生害命 如此食肉者不能修出正道 佛陀说法四十九年 你要浓缩其所讲的经典 可集中在这两个字上 因果 你若在做浓缩 无非就是在讲心 万法为心造 纵生这阴阴果果恩恩怨怨 轮回又轮回的 都是从心而生 佛陀说的肉 是肉本身吗 不是 是因为吃肉者的这颗心 这颗心 包括贪 也包括称 更包括吃 怎么解释呢 贪 你贪图口腹之欲 觉得肉好吃 我要吃 甚至因为吃肉还能多下两碗饭 你有了这种对物欲贪求的心 如何解脱 称 你为了吃一口肉 不顾众生为你而死 任由他们各种痛苦缠绕心智 难以解脱 如此残忍 如何能产生慈悲 如何能契合天心 去往光明世界 吃 浑肉的香气 让你产生虚假余业 迟念美味 如此又怎能去望存真 进入宇宙真实世界呢 问题的核心不是肉本身 而是对应的吃肉这件事 会产生的贪 臣吃 贪求肉食的人 一定不能去除这三个执念 这样的人 如何能得到解脱呢 但是 这仅仅是吃肉食 对应的问题吗 所有修行人 不都在穷极多生多结地 修正这三个问题吗 所以 你说要不要 戒婚吃素 你尽管戒 但是问题解决了吗 贪嗔痴还在呀 只要这个还在 自然修不成 不能把问题怪在肉上 吃素行者 与随缘行者区别 很多寺庙或者吃素人 都去买 做成荤菜样子的 豆制品和素菜 你吃这个 就解决问题了吗 这和吃肉人的心思 还不是一样 还有的人 很努力地吃素 甚至发誓要吃素 结果呢 看到别人吃肉 就心残得很 晚上做梦都在想吃肉 甚至绞尽脑汁 想破了脑袋 想到让自己吃肉的 合理理由 这样的吃素人 和吃肉人的心思 有什么差别 一样修不好 但反观那些 纵然有在吃肉 可是根本就无所谓 吃到到底是什么的人 他们只是随缘吃 吃到荤菜 就超度 荤菜里的动物 吃到素菜 就感恩佛菩萨的赐福 这样的人 是不是更契合修行 也更契合佛心 能做到这样的人 吃荤就是在吃素 你看到的是荤 在他那里 就是素 由此可见 问题根本不是荤素本身 而是贪求昏肉的心 和为了自己口腹 而不顾其他众生去死的心 这是问题核心 你把这颗业障的心 借出 慈悲心一起 执念一放 怎么会修不成 佛陀说的是 让大家都吃素菜吗 他是要众生 借掉贪嗔吃的心 很多学佛的人 只看文字表面 不尊重历史演变的过程 不知道佛陀说话的对象 根本不会思考和运化 佛陀的意思 所以才会胡说八道地 比比皆是 每次有读者想要修行 又担心是否会因此 不能吃肉的时候 我们就会告诉大家 可以吃 但你只能吃三斤肉 不能杀生 取肉 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我们所说的是符合佛法教义 三斤肉不是我们想出来的 是佛陀最初为了引导众生 不要杀生 而延伸出来的一种 吃厚 业力比较少肉食 因为众生吃肉的背后 总归是关联着一条命的陨落 这个过程就会产生杀生的业报 即便是三斤肉 其实也会有一定的业力 因为众生死亡之后的痛苦 神志在肉块上 但是大家目前所遇到的生活障碍 种种痛苦不堪 有哪个是因为单纯的吃肉吃多了 不是 都是杀业 邪淫 盗窃 伤人 妄语 恶口 可见 这些问题比你吃一块肉 产生的业报严峻了多得多 人们把吃荤吃素的问题拔得这么高 却依旧做着会产生更大业报的事情 这真是太讽刺了 古时候 不像我们现在 三斤肉可以直接到超市去买 到菜场去买 都很方便 古时候吃一个肉 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家养了自家宰 这个就是杀业 佛陀在这个部分是禁止的 因为这是赤裸裸的重罪恶业 没什么好说的 必然会有恶报 也会增加杀生者的称心 这很不好 但若是以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说 食物只是供养行者肉身维持下去的东西 它不是重点 心的修持才是重点 是佛陀反复说给众人听的核心 若你依旧有贪求和杀心 纵然法的境界再高明 心还是有问题 心只要有问题 就不能修成佛果 反而契合了罗煞道 这句话还是在说心 你如果将知误解成为单纯的吃肉 那真是可笑了 你只需去想 为什么寄功活佛是吃肉喝酒的 有人说 因为它法力高强 境界高深 和我们不一样 难道境界高的就可以吃肉了吗 佛法是这样分类的吗 谁本事高 谁就能吃肉 那以后我们修的境界很高很高 是不是再来吃肉就可以了 哪本经文上这么说过了 喜欢拿经文说事的学佛人 一定找不到这样的经文 寄功活佛不是在吃肉 虽然他确实吃了肉 但是他的心是素的 他不是贪求肉 也不是执念肉 纵然他杀狗吃肉 却没有杀狗吃肉的心 所以他就没有吃肉 也没有杀生 更何况他还在超度这些动物 吃素吃荤不是很重要 关键在心 心最重要 有个和尚 从小就是素食者 他记不起来 荤食是什么味道 后来他开始传法 因此有很多信众弟子前来拜访 也会有信徒要请他吃饭 有些信徒很诚心的 请他吃饭前 就会跟他讲 你来吃饭 我特地把家里的锅 碗都清洗一遍 很干净 你放心 和尚若真的打算 接受信徒供养时 就会跟他们说 这些都没有关系 你不用洗 你煮过肉的锅 煮一碗菜给我吃 我吃的是菜 不是你的锅 这种随缘的心态就很好 中原的和尚 有结婚的戒律在 那么出家的和尚 就要守住这个戒律 但是国外的和尚 包括藏区的喇嘛 没有这个戒律 那么就可以随缘吃 他们也不会刻意吃肉 只是正好今天 信众供养饭里有肉 那么他们就吃 没有也不会想念 你有这个素心 就和守了不吃婚的戒律是一样的 反之你天天吃素 但心里一直想着各种肉食 还是等于破了戒 没差 一群土匪把一座寺庙包围了 对住持大和尚说 你们都是慈悲 都是素食 这里有一碗肉 你若是把这碗肉吃下去 我就饶你们大家的命 不杀你们 否则 每一个人我都通通杀掉 住持大和尚 毫不犹豫地就把这碗肉吃下去 他破戒了吗 他死后会变成大罗煞吗 不会 他吃的肉就是素菜 吃荤吃素背后附带的东西 才是荤素的问题所在 而不是那块肉 那坨菜 修心的重要性 当然 我这么说不是在鼓吹大家都去吃荤 你们千万不要有这个误解 我是在说 这不是修心的重点 你要把你的心修对了 心修对了 你就会有应对这些世间问题的办法 你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 也许是照旧吃肉 但那块入口的肉早已成了素菜 不仅心是素心 还会用秘法超度它们 也许是突然某一天就不想吃荤了 口口素菜入口 甘甜味美 大白菜也能吃出繁桃的味道 心 你的心变了 修为境界就会上去 跟着就会做出最适合你的这条 道的处理方式 肉不是什么好食物 因为里面带有死亡时的怨气 而且即便你不是杀死动物的凶手 多少也会沾染到相关的业缘 多吃无益 但是你若要把这件事上上纲上线的 与学佛好坏扯上直接关系 真的不可取 这种认知会障碍众生学佛 也会误导众生在事情表现上停滞不前 众生不是因为吃肉才贪嗔吃 而是因为贪嗔吃才吃肉 人们不要把这个因果关系搞反了 人们因为贪嗔吃做的坏事 以及会造业的事情可多了 贪图口腹之欲 只是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 吃肉不是为了普度众生 而是因为随顺随缘 看到肉我不去避之不及 推开丢缘 反而努力超度它们 并且抱有清静的心 去随顺一切食物对我的供养 吃能超度 不吃也能超度 一切都因缘而已 而一个修行人 因为拥有这个珍贵的身体 想好好珍惜 并努力修持佛法 直至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对一切众生 最大的感恩和回馈 这个才是佛陀教义的核心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